11月29日周三A股的收平 今天指数走的呢一点也不好 是不是 这个实际呢 我们昨天跟前天呢 都有一定的预判 关键是这个地方的指数怎么看 发生了哪些变化 那是不是今天能不能一步到位 你看距离前期的低点 3015点已经很近很近了 那么还是要刺算 再次来个3000点保卫仗吗 是不是那样啊 请耐心收看完本视频啊 今天呢需要说明的是 北交所出现了大跌 这个东西吧 它就是涨多了 它一定会下跌 因为有人开玩笑 说你昨天赚20% 今天都可能跑不出去 因为今天 昨天今天直接跌停开盘 你上哪卖去 卖不出去 所以说这个风险 这个波动太大的 还是要注意风险啊 我是一贯不建议 做这样的品种 你要有一个充分的 充分的风险的防范的意识 在将来呢 假如说步入正轨了 都很健全 那个时候再来交也步一下 我们小散户要做好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那么今天这几个指数呢 跌的都是比较多的啊 看见 实际上的指数还真没跌多少 但你看呢 有现象今天凝王创了新低 那你说创业版的第一权重创了新低 说明它一直运行的是一个下跌的走势 那么这个地方的指数怎么看 另外来讲今天的创业版跌的不少吧 今天的上市五零也跌的不少 基本是现在这个位置就接近于去年四月份的那个低点了 也就是理论上是从2021年的二月份跌到现在已经接近于三年了 你马上就过了年就不到二月份了吗 差两个月 基本就是跌了三年 这个估值啊 或者说这个地方的机会远远大于风险 从战略上的角度看 但是短线确实能调整到位吗 一会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今天呢 全天下跌的股票接近四千只啊 大跌的股票嘛 那么在科创那个北交所的多啊 实际主板大跌的股票并不多 今天是主要是权重呀 这个指数 银行新低不断 跌跌不朽 银行保险跌跌不朽啊 房地产这两天也是大幅挑的 我搞不明白的事情 为什么这些业绩特别好的 也就是说 这样的板块会出现跌跌的不休 而且前段在上一个平台是有大局 争持的 争持之后一直在下跌 没消息了 特别的不好理解吧 这个事情啊 那么如果他们要不转墙的话 这地方没有指数性的行情啊 还是要等到 他们启动才有指数性的行情 否则呢 那么就是结构性的板块轮动 这样的机会 实际这几天呢 实际是维持着一个反弹为主的这样一个行情 你看磕桑板的有些东西实际是反弹了三天 基本上今天你看半导体今天才冲高回落嘛 是不是磕桑芯片也是今天冲高回落的 对吧 包括有些你像消费电子呢 有些东西也是这样的 那么今天东西要注意啥呀 今天北上资金流出了50多个亿啊 总体上来看吧 维持着一个相对的弱势 我判断一句话啊 接近末期了 尾端马上就要形成 我们在11月的初 说这个地方呢 要出现一定的调整 那实际到现在呢 统计数据也下来了 我今天收盘之后呢 做一个统一数据 明天的盘前分析呢 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我们来看看几个指数的走势 我们说为什么说战略性的啊 看多这个位置 就是说机会远远大于风险 我们先来看看上振50的走势啊 上振50呢 今天大家看日线创了一个新低 它出现了个日线级别的顿化 它看没看 实际你要切换成周线呢 是从这个地方是2021年的 春节二月份 那么这个地方是去年的 四月份的那个低点 那么到这儿接 已经非常接近去年 那个四月份那个低点了 也就是它经过从四千点 跌到了两千三 那么风险呢 就就是充分的释放完毕了 没有理由不涨了 没有理由不涨了 种种迹象表明 下跌空间将十分有限 如果再下跌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那么再次考验 假如说真是要是上涨指数 又重新再次考验三千点 那就是比较大的机会 我估计我们以后能不能看到这个位置 都很难说了 但是也要注意一个现象 我后面要说了啊 上涨指数我们一会再说 我们来看看创业版啊 创业版呢 应该说是在宁王创新低的前提下呢 它并没有创出新低啊 创业版我看了一下创业版当中的个股 存在着一大批可交易的个股 创业版的机会在个股 不是在指数 这个位置呢 要坚定地看多有些创业版的个股 形态修复好的 后面会出现大幅的上涨 这是关于创业版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科创丸 科创丸呢 也非常接近于这个低点了 越接近于这个低点 我判断机会越大 要注意小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升的形象 现在呢 就再一次出现了30分钟的吨化 对不对 它再次出现30分钟吨化 那么很有可能再次形成这个30分钟的低点 前两天这个低点结构形成的比较弱啊 看你们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那么这一次如果要有成交量的配合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机会是非常好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的 我们要进入到临战状态 要准备随时准备上 因为这地方今天直接就创新低了 随时做好准备 现在不是刀枪入库 马放难枪的 马放难山的时候 要啥 要随时准备出击 我们再来看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尾盘的出现了一个小跳儿像下 那么还是有呢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三颗小线呢 实际是小阴小阳线 实际是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走势 判断从30分钟走势上看呢 大概率还有一个下探这个3009下方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你看这段的下跌的周期 跟这段下跌的周期以及幅度 还有这段 那么应该有一定的对称性 这段的周期太小 出现新低之后呢 大家看这地方也会出现一个下跌反弹下跌反弹再下跌这么个小五让你走势 我估计呢 一次穿后边的左右这一附近 击穿3015之后要随时准备出现的左侧的上车的一个机会 我判断机会很近 机会远远大于风险 不要悲观啊 我们这段的防守呢 还是非常成功的 仓位毕竟降下来了 降下来 那么从明天开始进入到临战状态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要说的啊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早上的宽前分析 再见